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怎么进行查询呢 咱们现在回回来就来去说这个东西 我们首先先来看一眼 当我们给这个肉这张表当中 添加了一个额外附加的属性 也就是说users 它是relationship这样子段 那也就意味着说 我接下来就可以通过一个肉对象来进行操作了 比如说我现在去查谁呢 我先去这个肉对象 这个类 肉这个类当中呢 进行下查询 我通过这样一个get的方法 先去查一下 比如说肉当中的话 我们来看哪个同学 咱们来看看一下 肉id为一的我的min当中 都有哪些 然后呢我把最终的查过来 这时候get的方法是不过反归对象啊 所以现在我拿一下 当前就有一个对象肉 比如说把它就叫做ro 然后拿过来之后的话 我们来看一眼 这个肉呢 实际上就一个对象 有了对象之后的话 我现在来看一下 当前的这个对象当中 属于它的用户都有哪些 因为我们给它添加了一个users 所以呢 肉点users直接就出来了 你现在来看一下 直接就把它属于这个用户角色的那些个用户呢 通通的都就都查出来了 这是关于relationship 这个字段 它所对的关系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users当中 我们来看一下 比如说这零号元素 你看一下 它反过来是不是列表了 零号元素当中 也是一个一个的user对象 所以我们看一下 user里面的这个name是谁呢 当前是不是一个王啊 王这个用户的话 他所对应的那个肉id 是不是正好就是刚才我对应的 编号唯一的这个肉啊 然后呢相对应的 我们再来看一下 肉users当中这个列表里面的第二个元素 e它也是一个对象 也是一个用户 它是谁呢 它是不是就周啊 对应的也是1吧 所以通过这样的方式呢 就查得出来了 这是关于从这个肉往user里面去查询 然后紧接下来 我们再来看一下 那如果说反过来 我们说了反过来当中 如果想从user表去查询一下 属于一个用户 他的角色是谁 这时候怎么办呢 我们现在来看一眼 首先咱们先来往下去查询一下 当前比如说我先去获取一个用户user 然后呢他是谁呢 咱们去卡线一下 forate 叫get 我们也去拿一下 比如说用户id为1的这个用户 然后呢他这时候拿出来的就是一个user的对象了 有了user对象之后的话 那当前user里面有一个肉id的这么一个字段吧 对吧 有这么肉id的字段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肉id当前是不是就是这个一样 那如果说我们之前在这个地方 在肉里面没有添加那个backif 没有添加这个反向引用的话 那你目前为止 如果想去这么做的话 怎么做呢 你只能说根据这个肉id再来查询吧 就相当于我得通过哪呢 通过这肉当中这个表 forate forate之后的话 然后呢再get 把谁呢 把user那个肉id传过来啊 通过这样方式 我最终才能够拿到一个用户的对象 那个决策对象吧 就得通过这样方式 当我们添加了这个 在肉表当中添加了一个 这个backif之后 那相当于backif里面的role 就添加到了user的这个属性当中来了 所以呢user里面你可以直接去操纵role 这时候拿出来的就是一个用户的对象 你看一下这两个对象 编号是不是都一样的啊 紧接下来我就看一下 有了这个角色对象 那我看一下角色的名字什么东西呢 their name 再来看一下 是不是就最相当于编号为1的 这个边记录啊 那个name是不是就我的命啊 所以这就是这个backif 它所帮助我们所做的操作 所以也就意味着说 这个backif相当于就省略了这两步操作 我们拿一个roid 再从ro表当中进行查询 它相当于省略了这样点 那现在回过出来 再来去理解这个backif 现在能明白什么意思的吗 能明白这个东西的吗 好 这就是关于这样一点 所以就相当于 没有这个backif的时候呢 你只能在user表当中 通过roid最原始的数据值的编号 回到ro表当中进行查询 有了那个反向引用之后的话 我回回来就直接在user表当中 根本就不需要操作了 直接操作这个ro这个属性 拿到的就是完整的那个对象了 这就是关于这样一点操作 好 这点完成之后的话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 我每次在拿出来的时候呢 当前拿到这个对象 看起来的话是并不直观呀 看到都是对象再加上编号 那在jango当中 为了看起来更直观一点 实际上是不可以 给他补充一个方法啊 那相对应的 在这个circle algorithm当中 也能够补充方法 那在jango里面去补充方法的话 是补充的哪个方法 还有印象吗 补充的是双下滑线里面的 那个STR方法吧 对吧 那当前在circle algorithm当中呢 它不是用的这个stream方法 STR方法 而使用的哪个方法呢 是这个REPR方法 那这个呢 也是专门去来 当我们进行 在这里面输出的时候 输出了一个对象的话 它到底怎么展示的话 它也可以去均匀的 这个REPR方法 所以呢 在circle algorithm当中呢 使用的就是这个方法 那我们现在来去看一眼 REPR方法 那相对应呢 也是它是一个对象属性 然后呢 我们在这里面去写 定义 定义之后 可以让显示 对象的时候 更直观 那这个方法定义起来 跟那个STR方法是一样的 那STR方法是不是要返回一个值 作为最终的显示结果 那这个REPR方法 它也是需要有一个返回值 作为最终的显示结果 所以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我这里面就直接return 比如说我学的这个用户 这个觉得这个用户 角色肉这个东西 在返回的时候呢 哪个方面呢 如果选择这个name的话 是比较方便一点啊 所以呢 咱们在里面比较说写一下 写一下什么用呢 这是肉 然后呢 它是这个对象 object的 这个肉对象 这个object的话 它的名字是什么东西呢 我给你放到这 然后我们再来去拼接一下 拼接一下之后的话 那当前是不是 你是一个对象属性啊 对象方法吧 所以就可以通过self里面 是不是能够拿到 当前那个名字啊 这跟jungle是一样的了 底下这个user的话 也是相同的道理 我们为了让它看得方便一点 咱们也给它补上 回过来再一下 REPR方法 再是相对应的 然后呢 我们直接也是直接return 比如说这是user的对象 然后呢 user的对象的话 它的名字 我可能看起来更清楚一点 所以呢 咱们也给它去显示一下 百分号也是self.name 当前拿到的就是这个 里面的这个内部值了 好 这个要做完成之后的话 那我们现在回过来 相当于补充好了 但是当前的这个ipython 我在进行操作的时候 比如说我才来看一下user.ro 你发现是不是并没有生效 因为在代码之后 我们还没有去重新启动呢 所以咱们回过来 我把它退出 然后呢 咱们再来ipython当中 然后呢 在ipython当中 然后呢 咱们直接在from 然后呢 刚才的这个dbdemo当中 我们import星 这是你自己在这个脚本的 这个交付的时候 你可以去import星 但是在代码当中 可不能去写import星 然后我们现在看一下 然后呢 咱们在这里已经操作的话 user.ro 比如说我就是cory cory的话 get一下 编号为1的 这个用户对象 到底是谁 我拿到之后 你现在再来看一下 这个展示结果 是不是就根据我刚才 指明的这个结果 保持一致了 反而出来是一个用户的对象 它的name是王 动作这样方式呢 就能够看得清晨 所以这是关于补充这些方法 那也就是说 我们刚才把这两个 一个关联查询 以及对应的这个显示 信息呢 就说完了 好 好 好